大家好,我是Vivian 有觀眾要我測檸檬汁 剛好之前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不少分享 說餐前喝檸檬汁可以降血糖 所以待會我會先喝檸檬汁測一次血糖波動 之後喝檸檬汁再吃白飯,再測一次血糖波動 我們開始吧! 喝檸檬汁 這是30克的檸檬原汁 等一下我會加到300cc的水裡面 測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9 我要開動囉! 如果牙齒敏感的人可以用吸管 喝完囉!等一下來測餐後血糖 測餐後血糖 測餐後血糖 直接來測了 檸檬原汁30克 300cc的水 喝完囉! 再來吃白飯 這個是冰過再加熱的白飯 之前有測試過 吃完囉!等一下來測餐後血糖 測餐後血糖 測餐後血糖120 來做一下數據分析 只喝檸檬汁空腹血糖89 餐後一小時血糖84 差距是-5 血糖波動是-5 也就是血糖下降了5個單位 先喝檸檬汁 再吃冰過再加熱的白飯 空腹血糖84 餐後一小時血糖120 差距36 所以血糖波動是36 吃冰過再加熱的白飯 之前有測過血糖波動433 只喝檸檬汁 血糖下降了5個單位 吃冰過再加熱的白飯 血糖波動33 先喝檸檬汁 再吃冰過再加熱的白飯 血糖波動36 這樣看來餐前喝檸檬汁 並不能下降血糖 當喝檸檬汁一個小時之後 血糖下降5個單位 其實可以解釋成 檸檬汁對於血糖上升 沒什麼影響 像喝水一樣 一小時之後血糖大部分會下降 這個血糖實測只做一次 並不能下定論 如果要下定論的話 必須要有更多的數據支持 總之經過我的實測 結果是檸檬汁對於血糖下降不明顯 任何關於血糖的文章 最好還是經過自己實測比較好 畢竟每一個人吃同一種食物 血糖波動不一定相同 我的實測也僅提供大家做參考喔 檸檬對於大部分的人是很棒的食物 但是對於有胃病或是牙齒敏感的人 要小心攝取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讚 也請訂閱留言分享 不要忘記開小鈴鐺喔 才不會錯過我每次的分享跟留言回覆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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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